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现象会越来越重要 我非常希望这个计划 可以得到政府 医疗和社福界的支持 建立一套 长者安心落回家 的服务模式和教材 可以推展到其他的地区 为及更多的长者 我们医社是一起合作 但是合作的效果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就加入 这个科研的元素在这里 护士那边其实他们就会 跟进长者出院之后的身体状况 而我们就会带那两个文件 去看长者的家居安全 和食物安全是否理想的 所以我学了留金仲的培训之后 我们就带他回去社区中心 和那些仪工就要去探访 很好用的 那个毛巾 密着那个毛巾 我说算了 我都是这么大了 不要紧的 他说不同的 你以前也没有病了 现在又病了 如果你弃身 掉了怎么办 后来我说是 我就接收他的意见 参加的长者当中 在生活质素再度入院率 其实都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那这个计划真真正正是 帮到这一宗灵状长者 这个计划是可以 让其他没有参与这个先渡计划的 这些机构日后 按着一套非常科学化 又系统的模式 是能够延续下去 全阳开去 让其他人都可以学习